而且第四個要講清楚 真的有這個 我不知道他是真心 還是只是為了流量 但是說實話 這個柯粉的流量 你真的懷疑說 這些網紅到底是不是 為了這個柯粉的流量 然後所以抓著這個題目一直打 然後呢 打這個題目打坐票的時候呢 他完全罔顧說 這過程裡面有這麼多人在監票 然後也罔顧說 這189萬票要做出來 請問是要怎麼做出來 然後所以你看 從禮拜六蔓延到今天來 一直都還傳這樣的事情 只是說在這裡面呢 他們要面對最真實的問題是 你這個就是會有法律的問題 所以崩潰 你要崩潰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你崩潰的方式 是扭曲的現實 然後去抹黑 或是造謠的話 這個就會面對到 實際上法律的問題 所以靖遠 柯粉 柯粉現在抓狂 說如果黃珊珊 柯粉哲 你們才是戰犯 你不出來道歉的話 四年要挺國民黨 喔國民黨聽到一定很高興 你聽到也蠻高興的 這個反正現在這個 選後我覺得大家檢討都會 你看這個 也會講互相找戰犯 然後到時候林陶又要出來罵他們 你看連這個 喔這個 你們自己黨內都在講說 黃珊珊是戰犯對不對 第一時間他們就出來講 他可以講黃珊珊是戰犯 因為他們是 他們是民眾黨 對 國民黨怎麼可以講你的對手是戰犯 開什麼玩笑 第二名可以以後這個奧運的銀牌 說戰犯就是奧運的金牌 他如果不出來比賽 我就是第一名 可以這樣子嗎 戰犯就是好有意志 所以那個林陶就很開心 你看連這個民眾黨內的黨員都認同 我說的 喔他果然很了解民眾黨 他可能會這樣子說 但問題就是說 確實 民眾黨自己現在 他們現在面臨的問題 就包含我們討論說 國會這件事情 你接下來要怎麼做 這個很重要嘛 他們今天大開的記者會 講了這幾點 我跟大家講 其實他們又開始在演 為什麼 接下來的立法院 我們就準備要看 他們在這邊唱雙簧 黃國昌加黃珊珊 剛剛好就是唱雙簧 為什麼他們要演這齣戲 很簡單嘛 他們希望在這個藍綠之間遊走 然後這個包含像立法院長這一場戲 這個就是最快要到 可是問題是 往往承受到這個是假議題 我們在這邊預測 接下來要選 政府院長這件事情 因為我去查一下 政府院長的選舉辦法 他是這個第一輪 要出席過半 票數才當選 那第二輪 也就是說如果第一輪都沒過半的話 第二輪的話 其實只要相對多數 然後就是前兩名再去選 然後就可以當選 所以嚴格說起來 不需要民眾黨的支持 也可以有立法院 政府院長的產生 那我覺得這齣戲 就是鳳水國民黨啊 那我覺得這齣戲最後會怎麼演 就是說看起來他們現在這樣子 提出這些的要求 就是要逼綠或懶 你一定要來這個 加入我的話題 那問題是你如果一加入 哪一邊一加入 你就輸了 你就受制於他們 那他們最後會怎樣 那你們國民黨已經加入了 趙少康已經加入了啊 沒有沒有 這個這幾天我覺得還要再看一下 因為我跟大家剖戲完之後 就會發現國民黨其實 可能不一定要理他們 為什麼咧 因為很簡單啊 是出席人數過半 到最後一 這個黃珊珊跟黃國昌他們一定會說 啊你看 這個我們提的 對國會改革的這些事情 藍跟綠都不接受 那他們提的人選我們都不滿意 所以民眾黨集體不出席投票 他們說不定不會各自投票 他們也不會自提人選 他們直接不出席 所以不出席人數的話 扣掉這八席 國民黨可能就比民進黨多一點點 那立法院長還可以繼續產生 那他們也不會有人要去當正副院長的問題 因為很簡單我們再講 副院長他反而要主持議事 他議事中立 黃珊珊跟黃國昌很需要舞台去表演 他們怎麼會想要去當這個副院長 所以看到了柯粉 先來柯粉抓戰犯 就是你柯文哲 就是你黃珊珊 怎麼來看呢 我先講一下做票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這個時代 絕對不可能做票 因為選務人員都是教師或是公務人員 他們絕對不會去觸法 欸 下去之後沒討論 對啊 所以絕對不可能 對 不可能 第二個 大家都可以監票 然後大家計票 亮票 唱票 大家都可以拿攝影機來攝影 就是絕對不會有關係 有一些瑕疵 但是絕對不會去做票 柯粉呢 柯粉 他們現在認為說 過去這個 其實我老實講 我看到他們在凱道 我也是擔心 我一直看到人那麼多 我擔心說柯文哲會變成 柯粉抓狂 柯粉抓狂 但最後就是看說 柯文哲這四年來怎麼做 我覺得柯粉他們其實是 變化是變來變去的 現在當然會去刷散犯 但是說他們四年之後投票 他們還是看說 柯粉這四年來到底是怎麼做的 繼續說謊 還是 這樣就開始